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再开 快点吧 朋友 救 救 救命 你们 不觉得 我的车技 很厉害吗 不论是摩托车 越野车 还是 战斗机 我都能 完美驾驭 好像不懂了 在这种山坡上 居然有这么顺畅的路 好像是员工收过的 前面有个房子 啊 要装扯了 啊 怕什么 啊 吓死我了 这里是 刘影镇镇长罗德尔的家 下车吧 罗德尔 镇长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听说它要花大价钱买一只会说话的猫 你 你 果然还是不安好心 等等 洛昂 这是你掉的东西吗 啊 什么东西 我看看 我看看 是刚才电磨的时候掉出来的吗 这个穿着军装的人 好像是洛昂呢 这一定不是洛昂 和现在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嘛 说不定它有一个双胞胎哥哥 错了 错了 我才是哥哥 看不出来吗 真的吗 你们还真的相信吗 反正照片上的人不是你 这个人看起来正义善良 而你 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你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反正不太像好人 那你们还敢跟一个坏人 跑到这种荒郊野外 我 因为暖暖是很强的搭配师 才不怕你呢 不怕就好 快点出来见见你的新主人罗德尔 不要 大喵 洛昂应该只是在开玩笑吧 不过你放心 如果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的话 我会保护你的 等等洛昂 照片 那是 我 暖暖你怎么了 暖暖你也不想进去吗 我也不是很想进去了 大喵你别怕 如果那个镇长真的要买你的话 我们就揍他一顿 然后跑掉 我我会努力的 嗯 我就靠你了 奶奶 姑且先相信洛昂是在开玩笑吧 无论如何 要去拜访镇长 还是先换套得体的衣服吧 我想想 低调清新一点的装扮就可以了吧 你说 洛昂应该只是跟大喵开玩笑的吧 从我的眼中 看是 就这一样 洛昂 真的是你呀 你这小子 这些年去哪里了 都不跟我联系 我收到你的消息时 还有点不敢相信呢 每次联系你 都要免费接一堆委托 你饶了我怕 这不是给你懒生意吗 这两位是 这是暖暖 这是大喵 镇长您好 暖暖大喵 你们好 叫我罗德尔就可以了 快进来坐吧 山上凉 来 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暖暖 你觉不觉得 这个镇长有点面熟啊 难道是 暖暖怎么了 尝尝我亲手烤的饼干 罗德尔先生 这相片上的人是你吗 这不是我和洛昂吗 真怀念啊 仔细看看 我年轻的时候 还是很英俊的嘛 这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对呀 我和洛昂是战友 这家伙没告诉你吗 其实我们也认识没多久 就连他曾经当兵的事情 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呢 我说了你们会相信吗 大概不会 那有机会 我可以跟你讲讲那个时候的事情 洛昂十几岁的时候啊 还被将军亲自授予过勋章呢 完全看不出来 说起那枚勋章 我好像把他丢在大木坡里了 换了十万金币 还不错 不愧是洛昂 哪里不太对吧 对了 罗德尔 我听说了刘颖镇上的怪病 最近怎么样了 哦 原来你找我是为了这件事情啊 最近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你们看 这两天电视上都在播呢 近期在刘颖镇 频繁发生刘颖大桥突然打开的事故 目前已造成三十人受伤 两人失踪近百万的财务损失 对大桥机关控制人员的疾病防治 也在进一步实施之中 目前医疗组专家 还没有进一步的调查报告 最近大桥控制人员总失去意识 突然控制大桥打开 不管轮几次班都一样 但刘颖大桥是重要的交通枢鸟 不可能停止通行 我们只好派出了大量的保全人员 保证出现事故时能及时组织抢救 只在大桥控制人员身上发声 听起来不像是生病了 看来具体的情况 只能明天去镇上的时候再了解了 现在才十点多 为什么不今天去镇上 我还想尝尝刘颖镇的五花肉好不好吃呢 这可是赤裸裸的偷渡行为啊 从花银镇到尼尼尔王国是蛮容易的 但刘颖大桥是苹果联邦重要的边境关案 你们有护照吗 但是我不需要护照 我没有 所以我拜托罗德尔帮暖暖申请了护照 是不是很贴心 真的吗 谢谢罗德尔先生 谢谢你 不客气 委托费一百钻 帮你记在账上了 一般我们是不可以接受这种申请的 但既然是洛昂做担保 我就相信了 暖暖 我可不收贿赂 别给那小子钱 不过暖暖还要拍一张签证用的照片才行 所以你们明天才能通关了 好 等我换上简洁优雅的服装 拍摄证件照吧 让我来拍吧 我会把暖暖拍得很可爱的 我看还是算了吧 签证用的照片还是得拍得严肃一些 办好了护照 以后我们再去别的国家也方便多啦 就我换上겠어요 就你来看吧 还不信任吗 不信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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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任的 地隐勿 地隐勿 肥龙 想应该 不得尔先生开车真稳 你过昂稳多了 洛昂年轻嘛 难免喜欢风驰电车 看前面就是流影大桥了 好壮观的桥 昨天在罗德尔先生的家里 远远看到了流影大桥 没想到近距离看 这座桥居然有这么大 当然了 不然怎么能叫时代的门廊呢 马上又要进行改造的大工程了 流影大桥 就是苹果联邦工业实力最好的证明 罗德尔先生讲这些的时候 终于有点流影阵阵长的感觉了 罗德尔 下一次桥梁打开是什么时候 现在是早上九点二十六分 下一次桥梁打开应该是十点整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没什么 只是想看看 对方是不是准备好迎接我们 对方是指谁 注意桥梁打开 桥梁打开 怎么回事 没事 马上就过去了 要这么飞过去吗 罗德尔先生 你们抓紧 小心别飞出去了 前面就是城镇了 前面就是城镇了 快停下来 放心 好险 好险 罗德尔先生这是怎么了 这样吧 我先送罗德尔去医院 顺便去打听一下其他情报 你们就乖乖在这儿等我 别乱跑 知道吗 没问题 你快送罗德尔先生去医院吧 记得别乱跑 出事我可不负责哦 端端 我们也快点出去吧 这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呢 嗯 这里是旅游区的话 我们就换一套旅行少女的装扮吧 不容易引起注意 发生了什么事情 罗德尔先生好像突然被控制了 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们也是来旅游的 结果正好遇到大桥失控 我们往右手边看 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雪茵少校在抵达流影大桥时留下的话 在苹果联邦独立战争最艰难的时刻 所有人都以为我们没有获胜的可能了 战火吞噬了这座流影大桥 但是我们最终获得了胜利 正因为那些战事的坚持 原来这是个战争纪念景点 看来还是爱夺教育基地的 年轻真好啊 没有经历过战争 无忧无虑的 你有粉色的头发 一定就是奶奶吧 你这个小布点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不是小布点 我是叶苏夏 今年八岁了 苏夏 你好 大喵她不是故意的 只是觉得你很可爱 因为大喵是个小布点 我就原谅她了 苏夏 你找我有事吗 一个叫洛昂的哥哥 让我来找你 洛昂 发生了什么事吗 洛昂哥哥在那边的咖啡馆 没钱付账 店员不让他走 他说 暖暖 大喵 拜托了 你们不是还有委托费没给我吗 快来帮我付一下钱吧 洛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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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去医院了吗 为什么还有心情去喝咖啡啊 还让小女孩来帮忙传话 我不是小女孩哦 我可是魔法师 在魔法的指引下 顺利找到了粉色头发的暖暖 你们要和苏夏一起去找洛昂哥哥吗 找到的话 苏夏可以得到两块小蛋糕 可以分给暖暖一块 那还不是我们付钱买的蛋糕 哦 大喵好凶 苏夏 对不起 大喵不是故意的 洛昂在哪 你带我们去吧 哦 好吧 那你可以帮我搭一身帅气的衣服吗 我想要那个漂亮的宣章 雪鹰少校是我最崇拜的人哦 我们课本上有专门的一课讲他的故事 老师要求最后一段背诵 我背给你们听 雪鹰少校扭转战局的奇迹 为苹果联邦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他所设计的血液之音 代表着一个正式的勇气与信念 这个课文写得好浮夸 课本上还有雪液之音的插图呢 图上的手枪超级酷 说不定它也像魔法棒一样 拥有创造奇迹的力量 小姑娘好眼光 这枚勋章可是我花大钱买下的正品啊 怎么样 暖奶要试试吗 这该不会就是 过往丢在当铺的那个勋章吧 希望这身搭配可以帮苏夏赢得想要的勋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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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不会有做的 跟我走就对了 没关系的大喵 毕竟这里是旅游景点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会有什么危险吗 没关系 苏夏会保护你们的 你才是最危险的 啊 大喵 那是什么 那边只是个提着菜兰的阿姨啊 等等 暖暖你看 她的样子是不是有点奇怪 真的 看起来很怪 跟罗德尔先生那个时候很像 你看 后面还有好几个这样的人 怎么回事 没听说过这种怪病 传染的这么快啊 而且 好像是冲着我们来的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我们身后也有 我们在这个小广场里 被包围了 我不要 妈妈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我们还是赶快换上 预防感染的衣服吧 对 苏夏也要换上 万一真的是疾病呢 千万不能被感染了 娜娜 我也要 到底是什么怪病 难道 已经蔓延了吗 在你眼中 虽然换好了衣服 但是被可怕的病人 靠得越来越近的感觉 真的很恐怖 苏夏 小心 他在攻击我们 退后 不是叫你们在旅游去等我吗 要是早知道这么麻烦 你 就应该收双倍的委托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些生病的证明会攻击我们 他们不是生病了 而是被人施加了精神控制 精神控制 这怎么可能做到 你们忘了吗 我们的搭配比赛 是在精神世界中进行的 足够强大的搭配力量 当然可以影响对手的精神 甚至控制对手 那个控制证明的人 就是你说过的敌人吗 只不过是个喽啰而已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当然是用搭配的力量 扭转回他们的精神力了 怎么样 暖暖 你可以吗 我可以试试 用你的搭配之力 唤醒被控制的人吧 既然可以影响精神世界 那就应该可以改变人的状态 相信你的内心 我这是怎么了 这里是哪里 大家都怎么了 暖暖暖 你做到了 麻烦你 赶快通知警察来这里 我会牵制住他们 暖暖 快带着这个小妹妹先离开吧 还有很多证明被控制了 我留下来帮你 放心吧 这种不敢露命的敌人 这种不敢露命的敌人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这是 这是 精神世界的搭配之力 巨上化了吗 这就是强大的搭配师 所能做到的事情 用精神的力量改变人心 改变世界 什么时候 我也能做到同样的事情呢 接下来 估计还会有进攻 我们先撤到安全的地方 在人多的地方 人们的精神世界互相影响 没那么容易被控制 像大桥控制师那种地方 只会有一两个工作人员 才会被他频频得手 真是阴险狡猾的家伙 先生 请问 一会儿就让你见识见识 小看我的代价 小谷爹 你怎么了 路上列纸盯着洛昂在看 虽然我觉得这个人有些眼熟 但他不是洛昂 对 他是洛昂的双胞胎哥哥 小妹妹 你之前见过洛昂 对啊 就在那边的咖啡馆里 他长什么样 嗯 头发卷卷的 嗯 黑黑的 我叫洛昂 你看 我的头发是金色的 也不卷 所以那不是我 啊 嗯 等等 所以 有人在冒充洛昂 故意引我们去偏僻的地方 肯定是啊 你现在才发现吗 你们两个居然不问清楚 就跟着去啊 因为喝咖啡不付钱这种事情 一听就知道是你会做的 哎 哪有 我虽然偶尔会赦账 但都会付亲的好吗 只是偶尔会赦账吗 我表示怀疑 会用这种方式骗我们过去 说明敌人也很了解洛昂呢 你们这是在说救命运人的坏话吗 那 那洛昂哥哥 我找到暖暖了 我的蛋糕呢 抱歉 没了 你是坏人 说话不算话 坏人会被雪鹰少校抓走的 哼 雪鹰少校 雪鹰少校是最厉害的人 他还能设计出特别厉害的衣服 你一定打不过他 他是英雄 会把坏人都抓起来的 英雄 他不是英雄 他只是一个逃兵 不许你说雪鹰少校不好 你这个大坏蛋 这个勋章 这是暖暖的纪念品商店迎来的 送给苏夏了 你想干嘛 大坏蛋 不准抢我的勋章 好了好了 我不说他的坏话了 妈 我走累了 你抱抱我 我才能原谅你 苏夏一定是累了吧 一路上叽叽喳喳的 一被抱起来就睡着了 嗯 嗯 洛昂 这是怎么了 我 我 苏夏她 她 被控制了 快去把她追回来 洛昂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没事 真是还死不了 你去把苏夏唤醒 快 好 等等 快 换一套适合奔跑的衣服 我 我们要快点追过去 把苏夏唤醒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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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就 我 妈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小姑弟 叶苏香 天哪 她为什么跑得这么快 我们一定要追上她 如果有敌人的话 对方也一定发现我们在追了吧 管不了那么多了 暖暖 这看起来明显是个陷阱 一个不得不踏入的陷阱 暖暖 你在发抖吗 我没事 不用害怕 胜负与强弱无关 唯与信念相伴 所以不用害怕 大喵 我们走吧 叶苏香 小姑弟 麻烦 我们怎么办 对方还没有现身 我先试试用搭配之力快醒苏夏吧 先用适合苏夏的甜美风格 试试看吧 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会 魔法 看来是没事了 苏夏年纪太小 精神兽干扰这么久 一定很疲惫 所以才会睡着了吧 苏夏从洛昂那拿走的东西 不在他手里 敌人一定就在列车上 可是 这 这里没看到其他人啊 前面就是流影大桥了 我现在有种不祥的预感 拜托 一定要顺利通过 大喵 敌人就在列车上 大桥一定会打开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 到列车控制室去 好 第一场战役 胜目赢了 你就是控制了郑明和苏夏的人 一旦在目标身上放下感性 在人群中控制对方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能力再强又有什么样 还不是成为我黑旧的猎物 是你骗了苏夏 你真是太阴险了 你的目的是什么 这不是苏夏刚刚从洛王那儿拿走的手稿吗 我的任务 是把你和这份手稿 一起送到那位先生那里去 当然了 如果你不合作的话 我很愿意帮你做出决定 不用了 我已经有自己的决定了 看来 你是不愿意合作了 暖暖 小心她的手段 放心吧 大喵 我不会轻易被她控制的 要加油 不能被她影响 在你眼中 什么 你 这么强的搭配能力 不愧是那位先生看中的力 既然这样 那就去死吧 都去死吧 大家小心 芒诺 别怕 刚才那是 那是 雪夜之鹰的设计师之影 她保护了我们 我明白了 谢谢你 设计师之影保存了一部分记忆 所以她也拥有来自设计师的精神力量 看来你有特别有趣的力量 我的炸药还有很多 但那个少年 还会出现吗 这需要同归于尽吗 差点没赶上 还好我的车开得够快 洛昂 你没事吧 不可能 你明明受伤了 还有傀儡没在阻拦 不对 等等 那是什么 你是说 你的傀儡围住的那个人形模特儿 是纪念品商店的那个人形模特儿 没错 暖暖搭配得很帅气 下次也帮我搭配一套吧 这 不可能 不可能 你 是故意假装受伤 我不假装受伤 你又怎么会轻易露面 原来是这样的 和不肯露面的胆小鬼作战 真是麻烦 幸好 现在终于可以了结了 闭嘴 闭嘴 我这么谨慎 不可能会输 我这么谨慎 不可能会输 影子是不会被抓到的 不会的 洛昂 你的血 不是说受伤是假的吗 暖暖 你是在担心我吗 这种被担心的感觉还不错 你怎么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 有什么关系 这么点小伤 又死不了 我该怎么做 我 想办法离开这里 你看 这么多炸弹 列车车厢里所有的包裹都是炸弹 虽然没遥控器 但里面估计有定时装置 很快就会爆炸吧 走吧 我们快点离开 洛娥 你没问题吧 你们在前面开路 我带着苏夏会跟上来的 相信我 雪阴少修 是你吗 嗯 是我 你在外面玩了一天了 让我带你回家吧 路上有些远 我们玩猜谜游戏吧 要闭着眼睛才行 如果睁眼那就算输了 蛋糕也没了 你猜 现在发生了什么 是 是什么东西炸开了吗 我有点害怕 猜对了一半 这是一场烟火秀 哇 我们飞在天上吗 在烟火里面吗 是啊 现在 巨大的机器飞鸟 刚好经过我们身边 它好像很喜欢你 一直盯着你看呢 它是魔法师的作弃吗 我可以看看吗 注意点 别睁眼 睁眼的话 魔法就会消失了 恐懒 不 是 魔法个人 没见过 恶我 女人 怪不抉 惹我 我的天啊 可恶我 没有 危不得 不得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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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 暖暖 诺王 你相信我吗 诺王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也想试试 你 苏夏 现在魔法师吹来了一阵风 送我们离开了魔法世界 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嗯 喜欢 魔法师留下的礼物 没想到 在关键时刻还是蛮靠得住的 被大喵夸奖 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说起来 罗德尔先生 你不是被黑旧 控制了精神吗 现在应该没事了 为什么还要住院呢 精神控制这么可怕的事情 万一留下后遗症怎么办 我当然要住院好好检查了 检查一下会比较放心吧 好 镇长先生 要做检查了 嗯 好啊好啊 莫莫莫 我这两天觉得好多了 就是胸口还有点闷 嗯 哇 这只门好可爱哦 我还好啦 就一般般可爱 你还是会看到我帅气的一遍的 大喵 我们先走了 罗德尔 有事再联系 诶 等等 诺昂 你还要去警方做爆炸事件提案的取证吗 那么麻烦的事 你就帮我搞定吧 说起来 我一直有个问题 黑旧从你身上拿走的手稿到底是什么 手稿不是在我这儿吗 难道说你还有剩下一半的手稿 那份手稿是假的 什么 黑旧 黑旧 就这样被骗过了 黑旧是很狡猾 但是他最大的弱点 也是狡猾 他怎么也不会相信 我会把真正的手稿 交到暖暖手上 嗯 确实是这样 诺昂 你带我们来留影镇 就是为了引出黑旧吗 也不全是 也不全是 那天 你没有再得到什么新的东西吗 嗯 是有一个 但应该和李尔里德没有关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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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没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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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能要道别了 啊 你不和我们一起去找李尔里德了吗 我们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黑旧回去之后 就会发现手稿是假的 他还会在此行动 我会放出消息 真正的手稿在我这里 趁他们专注于我周旋的时候 你们可以去寻找破解手稿的方法 破解手稿的方法 暖暖一定有自己特别的消息来源吧 那个能够破解手稿的人 我相信你可以找到 嗯 那我们就在这里道别了吗 如果需要帮忙的话 拿出那枚子弹 应该会有人认识的 那可子弹 再见暖暖 再见大喵 下次在一起去吃烤肉吧 嗯 再见 哎 别忘了我的委托费 记得回到我的账户 我传讯息给你了 好的 晒在身上的阳光好舒服哦 大喵 你有没有闻到一阵花香 花香 我没有闻到 不过我好像看到前面有一个很熟悉的身影 嗯 不好意思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粉色长发的少女 和一只会说话的吗 那不是 阿欢吗 阿欢 我们在这里 啊 暖暖 大喵 总算找到你们了 你怎么来了 选拔赛怎么样了 那种没有品味的比赛 不重要 反正我现在决定和你们一起旅行了 肯定是被淘汰了吧 大喵 阿欢 我们不只是在旅行而已 还可能遇到很危险的事情 你真的要和我们一起吗 当然了 就是因为这样 暖暖才会成为厉害的搭配师吧 我不管 反正你们不能甩下我 这哪里没办法 下一站你们准备去哪儿 可能还要等纣和小海的消息 才能去下一个地方 这一次 可以在琉璃镇多达两天吧 真的吗 太好了 我们去找罗德尔先生吧 他还请我一顿五花肉 哇 我也想吃 突然觉得好饿 暖暖 快换上那脏的衣服 我们去吃五花肉吧 嗯 好啊 没想到这么快又接到阿欢了 嗯 从我的眼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